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不少人冬天会穿上羽绒衣保暖,不过昨天在中国浙江沥水却发生羽绒衣爆炸的意外,家中一些杂物还被波及。 住在浙江青田赫城街道高湾社区的张姓男子透露,当天和妻子在家收拾行李,准备返乡,但妻子走进厨房时,突然听见一声很大的爆炸声,他吓了一跳,连忙过去查看,这时妻子早已吓坏,只说是自己身上的羽绒衣爆炸。 他查看妻子的羽绒衣,果真在上面看到好几个破洞,索性人并无大碍。 除了羽绒衣被炸坏,瓦斯桶上的毛巾和旁边的垃圾袋都有灼烧的痕迹。 张姓男对于爆炸百思不得其解,但消防人员到场后,走到事发地点的厨房,便闻到一股瓦斯味,他们立刻将瓦斯桶的气发扭紧并搬到阳台。 消防人员指出,当时厨房出现了瓦斯外泄的情况,应该是到达到一定的浓度,导致羽绒衣产生静电,最后才会爆炸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